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4月7日,胡人打猛龙的这场比赛,只用半场就失去了悬念,胡人取得68-42的领先。 看起来,洛杉矶胡人很有机会,替之前被猛龙虐了53分的荆州勇士报仇。 从比赛第一节,当胡人投中9个3分,单节砍下40分的时候,其实比赛就已经失去了悬念。 詹姆斯这次并没有留在养伤条件更好的洛杉矶,而是随队出征课程的行为,明显是让全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。 于是此一上半场胡人投出了赛季至今为止,三分球最好的一战。 当然某种程度上,之前胡人一个重大签约也是激励了全队。 就在比赛开始之前,胡人突然官宣,拿下了神社首本,麦克勒莫。 此人本赛季场,均能够轰下7.4分2.1篮板,0.9助攻,拥有33.1%的3分效率。 但是要知道,之前两个赛季他的3分命中率,都在4成以上。 是哈登身边,最好的投手之一,也曾经单场轰进,7个3分,飙下28分。 某种程度上,胡人的这笔影员,就和之前签下装神来,激励小家索尔爆发的影员,是一样的。 签下本麦克勒莫,他并不一定能给球队,带来多大的帮助。 但是有这么一个,纯射手加入,那么那些疯狂打铁的胡人投手们,就应该有点自知之灵了。 继续这么打铁,浪投的话,现在他们已经,有了替代品。 当时装神加盟,直接让小加索尔,被拿出先发。 这让他非常不满,也是逼着小加索尔,打得更好了。 现在的情况,是一样的,有了麦克勒莫,胡人就不是,必须非得重用波普和马修斯了。 他们要是,继续这么滑水打铁,胡人阵容当中,也有那种,能够站出来。 顶替他们作用的存在,这就相当于,是一个鲶鱼效应。 果然似乎就是在,麦克勒莫的刺激之下,胡人的这些投手们,这场比赛打疯了。 整个上半场胡人全队,投中13个3分,命中率是22投13中,达到了惊人的,59.1%。 这在之前的赛季里,从未出现过,哪怕有张黄,和浓眉的时候,也做不到。 整个上半场,胡人有7人,投中3分,其中一直以来,3分命中率,极低的卡鲁索。 4投3中,砍下12加4,马修斯3中2,波普1中1,再加上施罗德,胡人4大,主要后场轮转。 整个上半场,比赛3分线外,8投6中火力惊人。 要不是,麦克勒莫的加盟,恐怕他们,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刺激,突然都能投进。 再加上小加索尔,也焕发心声。 砍下9分,7篮板4主攻,胡人半场领先对手,26分顺利成章。 要知道最多的时候,他们已经赢了34分了。 第二节前8分钟,他们更是轰出了一个26比4的进攻狂潮。 在此期间,詹姆斯和农梅哥已经成为了拉拉队。 詹黄这场存在感最高的时候,反而是当时哈雷尔,在第一节被驱逐时。 他带着7个队友,上去施压裁判,围着裁判,站着了一圈,给了对方巨大压力。 除此之外,他就是和农梅,在场边嬉笑打闹,看着球队,碾压对面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